歡迎您回到新台南教育的現場 我們要接聽你的寶貴意見 高雄的王先生請說 正當中尚委 前途我看好 我在這裡先來祝福 在這裡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看到小豬的這個 哇 說實在的我勞在勞過幾個月 變成電視上 儘管看到小豬 我就感動 台灣人民看到民主進步動 看到蔡英文他的表現 他完全激發到大約的企業的觀看 他全部希望台灣人民所有的這個土地人民 和蔡英文 共同來為台灣 來建設台灣 讓他在世界上共和國家 可以在世界上進入聯合國 我相信這是蔡英文主席 未來我們的蔡總統 他心目中想要做的 對台灣人民的經驗順順的福氣 所以在蔡英文的政府實驗 我看到大家看到三個的感想 我在這裡要向蔡國 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來分享 第一 蔡英文有大地匯 他 我看他 在全台灣的每一個地匯 他都有他的規格 他的計劃 他的派生 他真聰明 第一 里有大地匯 再來 我看到辯論的時候 蔡英文 未來總統 在這人無靈的 這場的麻煙球 來在這個公共來反佈的時候 蔡英文有那人人主的心 可比是一個天上聖廟 可比是一個菩薩 這樣上手六杯開 他杯開沒辦法 他還沒這麼說 他有那人主鼻 主鼻的心 和人大的心 給我非常的感動 後來呢 他一定勇敢 所以今天 為了這場選舉 我們全世界人 看著台灣人民的表現 請你不肯讓蔡英文失望 請你不肯讓台灣人失望 不肯讓全世界人失望 我們來講 感謝你 感謝你來台中的 鄭小姐 請說 喂 請說 喂 大家好 是 我山莫中 不看得這麼不好 建設的政黨 還這麼不好 建設的總統 所做的事情 所說的話 後來就 翻臉就 沒聲音 我感覺 他們這種 都實在 很 很 不知道什麼 沒有 翻臉 氣壞說不出來 我怪說會 叫阿強 打到台灣來 好 好 謝謝鄭小姐 謝謝你 來台南的蔡先生 請說 蔡先生您好 我是中間中產階級 也是馬先生三年半的受害者 真看不起一些政客的嘴臉 回顧三年半 馬先生說 我們準備好 股票上一兩萬點 苦民鎖股 完全之正負責 不加稅不提债 但短短三年半 全是免疫的謊言 詐騙 傲慢 造假 抹黑 就其原因 有一小錯人 常以高級外省人 高年一等住機 看不起台灣人 同樣的是 他們做的是高尚 台灣人做的是下流 沒水準 像進入龍舍 赤子 猛藍秀 以昌安 毫不留群的批鬥 抹黑造假 讓你永不得翻身 但這一小錯人 有先任總統 後錢人 可以落兩點 穿短褲 落到快三點的地步 可以看公反秀 美女落點 贏 那麥公 前前秘位主頭 還可以告人 還有現任立委 開著 VNW 房車載著美女上圍格 還有中堂委 連王者都要拿來批鬥造假 更有一位龍舍發表者 可以和自己的學生偷心 然後跟法妻離婚 原本自己做的事 安靜一點就沒事 偏偏致命清高 還大言不慘地出來指控別人 懲罰國民黨的黨場 六十年來起之不盡 用盡不竭 全民皆知 是用非法所在獲取的暴力 既為己有 竟自稱以青年至極 這種詐騙幾乎 連你只有權利 金錢遊戲 哪會把百姓的心思 把心思換在 百姓的利呢 好的 謝謝蔡先生 謝謝你 來台中的蔡先生 請說 喂 妳好 查公 大家阿門 我講一句話 我們今天 佳副總統 已經經過這個辯論 為什麼 今天是跟共濟對峰 你共濟對峰有票嗎 我本人也是 這個 我們說的 一個學界 退休 你今天 你過期 你今天說羅小姐 我問你 你今天說的所有的 你過期 我們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 過期六五十十年來 在這塊土地 生活來 跟我們台灣 這塊土地 開多少時間都不用說 我是說 你今天過期 你今天 所說的 我問你 因為什麼 你說 阿扁 阿扁做八年 阿扁做八年 因為我有想過 我也過期 我做學界 我是退休 我這麼了解 因為這 就是說 今天阿扁做八年 他為什麼 會 你說 你說負責我 負責我 不用再管他 你今天說的 我很不認同 他今天 為什麼 你 你怎麼開 土地怎麼開 向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的 派手開 行多少 你知道嗎 他做八年 建設多少 你知道嗎 安謝謝蔡先生 感謝你 來新莊的陳先生 請說 陳先生 你在線上 喂 他講 這個不公平的選議 兩個 架副總統的這個 辯論 一切不出 有任何的政策出來說 唯一 只能 吐槽阿扁 說阿扁的事 這樣而已而已 記得 找沒有任何的理由 來講去對方 來推進對方 只有用這個阿扁的 Gear Out幹 那邊 metrics 你要去看看 其實我們現在 要去 spaghetti 開 要對 打不打不打不敗 現在不是 只是二 要開 是不是 嗯 所以對方 Cristio 大家 這 在國民黨 這個 不平定 這個 這個政權沒有選舉 他要不出來 他要拗佈12月中旬 以後再努修會出來了 我會說民進黨 你的配方這點 好 謝謝陳先生 來桃園的陳小姐請說 是 大家好 我看這場總統跟副總統編論 我只下一個結論 馬英九的個性跟吳敦英的個性就是 有公自己攔 有錯別人單 就像那個夢想家 不是別人承擔的嗎 甚至人嗎 那你想想看那個賴昇川 賴在國外不敢回來面對 還要選後再來說明 然後現在已經火燒自己了 然後現在要抹黑別人 下雨昌案 你想想看裡面都是何大一 翁啟薇這麼好的優秀人才 在這裡面參與投資 然後吳敦英政府也是參與投資 如果這個人沒有賺錢 他們會繼續投資嗎 我覺得馬政府最近 都不曉得在做什麼 貧富差距大 每個人在養小住這些人 都是辛辛苦苦工作的人 不是像你馬英九 你這麼有錢的替自己加薪 不管勞工的死活 怎麼無心下這些 然後你看他前幾天去 我記得上個星期來看他去松山機場 說這松山機場不錯 可是你看桃園中正機場 他都不去看 他這個人就是選擇性的 我選擇我要這邊 我要選票 我就選擇這邊 叫軍公家他可以加薪 可是不是我的選票 他都不管你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這個 這個人不適合當總統 他這是無能 他花大錢又不會做大事 你看光一個花博好了 人家 我講這個花博 那國際花多少錢 你花多少錢 像以前的捷運 高雄捷運花多少錢 文湖縣花多少錢 一比較都知道 國民黨都利用這些 公共工程 這個追加預算 這是替自己A錢 我這樣講比較快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弦小姐 廣告之後我們有更多討論 我們要繼續討論宇昌案 馬上回來